- 歡迎向前衝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麼這個創業的歷程 當然一路走來很多的故事 不過呢 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要準備多少錢 才能夠創業吧 我們整理了一些數字 我們一塊來看看 那麼當初呢 我們的樣在創業的時候 創業成本是初期準備了20萬 所以那個時候是剛好在網路上 那就是網拍的時候 網拍的時候 就是初初草創時期 然後後來就生意越做越大 因為還你看 有人買到可以變合夥人 所以就知道這個一開始的時候生意還不錯 對不對 那個時候應該是獨佔市場 國內很少人做 那時候做的人真的不多 真的 對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 可以一直從興趣變成一個工作 對 所以就把興趣結合 然後慢慢一直大家都有在研發 對 所以就把它當成一個事業在做 對 那阿威我先這樣不要給他聽到 當初你買的時候 你有覺得他賣很貴嗎 不會 你真的喔 覺得很OK 而且以前早期要買東西真的很難買到 對 應該是難買 想要買不到 所以謝謝他是不是 對 讓我的車更有特色 符合國際行情 對 翠胖你看生意做得多好 就人家買了 靠了錢 買到說拜託讓我合我吧 謝謝他 對 後期的投資就比較多了 300萬 這個時候有一些自創品牌的一些支出 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個 這個時候賺的錢 然後來cover 其實也是有在滾一線進去 那當然後期的在投資 對 因為要做品牌的話 我們可能有時候需要開發一些模具 或是一些成本費用 還有一些宣傳 對 對 所以蠻多部分其實也是在海外宣傳的部分 對 對 所以呢 繼續來看一看 這個海外生意做得很大 年度的營業額大概有800萬 內銷的部分只有一成到兩成 然後在海外出口的部分就佔了八成以上 對 其實是後來慢慢調整 因為早期是一半一半 國內內銷 內需跟外銷是一半 可是 因為其實國內的消費市場 在腳踏車來講 還是跟國外比起來算小 因為我們常常在跑國外一些市場 我們會發現 其實國外把這種假車 真的是當作一個 哇 就是人人 像我們之前去泰國 就是連路邊洗碗洗菜 都在玩這種假車 真的嗎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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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那時候是全民一陣風 就是全部風這種fix gear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 看完海外市場 其實就是覺得說 其實比較多的阻力 可以放在外銷 就是做品牌 出口的部分 那國內的話 可能就是經銷給一間店家 所以就比例現在慢慢慢慢 已經變成外銷是居多 對 是這樣 對 那所以在外銷的部分 還是一樣 就是你們設計的一些 單品的零件 像現場我們帶來一些非常漂亮 碰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烤漆的顏色 多漂亮 那個花籠好像好想帶回家 對 非常漂亮的顏色 然後有一些是霧面的烤漆 那個黑色感覺非常有質感 消光黑 你看多厲害 對 就暗黑天使 而且我覺得 他們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把這個比重調整到是非常對 因為臺灣人 畢竟在啟蒙階段 還是把這個自行車 這個文化 當成是一個所謂的生活風範 然後一個奢侈品 而不是說想到國外說已經變成一個生活品 當它變成一個生活品的時候 你改它花錢 其實就是已經是一個生活必需的一個花費了 對 所以阿威你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這個海外出口有八成以上 那像剛剛這個樣子提到說 你經常會跑國外去看市場的一些狀況 你看到的又是什麼樣的想法 像之前早期 我們在國內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也不了解 因為看不到的部分 對 然後後來我們有 包括我們去泰國 然後我們也有一起去美國 對 然後還有去香港 中國的部分 對 就發現吸取不一樣的一些聲音 就發現其實有很多東西還可以去進步 然後還可以去做得更好 像我們也花滿多的心力在包裝上面 不只我們的產品設計要好 還有它的包裝 還有它一些外觀的設計也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行銷就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其實現在什麼東西都講行銷 而且你要把它包裝得很好 然後你才賣得掉對不對 賣給大家一個很美好的夢想 對 沒錯 尤其是在這種草創之下 尤其是這種fix gear 它賣的是一種生活態度 而不是純粹賣腳踏車 腳踏車白白走 你要穿那個T恤態度這樣 對 然後前面要花藍的 然後鈴鐺 後面還有流書的這種都有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一種 生活的這種必需品的時候 其實上面來講說 你符合你的生活風格 你要走什麼樣的模式 你每天通勤的狀況是什麼 是平地呢 還是有經過山坡呢 還是說你通勤一段 然後把它丟在那兒 我們剛剛講丟在那兒以後 坐地鐵 然後再從地鐵走回來 這個都有可能考量到說 你每個人的腳踏車 都有不同的風格 然後相對來講 你創造這一塊 DIY自我風格 這一塊的這個作品 對 所以我其實在查資料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說 他們騎單速車 那是在展現他自己的精神 對 這是一種這個 單速車的精神 然後是他自己的style 是他的風格 那楊您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在國外 其實這個單速車的市場 比我們在台灣成熟很多嘛 對不對 那你們在做行銷的部分 像剛剛就 我特別看到說 那個胖先生他很會騎 然後他是一個專業的選手 所以你們選擇跟他合作 那其實你們在行銷上 特別是在海外行銷的這個部分 你怎麼去做啊 其實海外行銷的話 一部分讓我是靠選手 他可能奏造渲染力 對 因為其實像一些極限文化裡面 滑板他們就是 比如說你sponsor的選手 那很多一些小朋友都喜歡他的風格 他就去跟他 對 這是一部分的行銷 那另外一部分行銷 可能就是針對一些 比較知名的部落格 或是國外一些網站 然後可能去跟他們溝通 可以是不是 給他們知道我們的東西 所以你們會主動去跟他們做接觸 比如說包括下一線廣告 對 那還有一些歐洲雜誌 像我們蠻開心的是去年歐展 我們一個代理商 他也有在歐展展我們的產品 那他也是把我們的產品印到目錄 所以在歐洲展也是有發出去 是 對那一些歐洲雜誌也是會下一線廣告 對 所以慢慢慢慢 那其實比較多力量 也是透過那個玩家 玩家喜歡你的東西 他就會去跟旁邊的朋友說 我們東西很好 所以慢慢慢慢我們知名度就打開 那當然品質也蠻重要的 比較focus小眾的 然後找他們的頭 對這種明星的產品 像之前很多 我們像我們長到這個刺文化 現在滑板也是很多 整些明星 你看起來好像默默無聞 不像NBA這種主流的明星 但是問題到他們已經滑板 滑到出自己的這種所謂的電動遊戲 然後裡面你還可以改 可以選到像樣他們的東西 自己拿來改 是真的有這個牌子 而且是真的他們的東西拿起來改 所以說你看起來像刺文化 看起來像是說 沒有那麼名氣 那麼有名的這些運動名 但事實上他們的文化 這個也是不容小覷 對 所以你看安威很會騎 然後他自己很怕 我剛剛一直 我現在看他沒有辦法直視他的眼睛 因為我一直在看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有一個洞 好大一個洞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像這樣的人喔 就是你自己在自己一個領域當中 他玩出了他自己的一個style之後 就會有一群跟隨者 所以你們就去找他 對 所以你們在國外 就是特別找這樣的人 領頭的人 然後請他來當作你們最好的代言人 對 可是其實蠻不容易的是 因為在以往這種赤文化 其實都是以國外主導為主 尤其是美國 對 比如說 X-Game這種活動 其實這種文化幾乎都是國外在主導 沒錯 那其實很少有亞洲品牌可以說 讓國外 尤其是像美國一些比較資深玩家 甚至連亞洲選手都少 對 亞洲選手都是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 把品質做得很好 他們選手其實 他們都會去看到 那久了這些選手就會支持你 對 對 因為其實蠻多 其實很多人做這些品牌文化 他沒有去真的懂這個文化 那就變成說他只是有樣學樣 就是做生意而已 做生意而已 就是做生意 不過其實這樣也蠻好的 就大家有樣學樣 自意自意 大家市場 對啊 所以我們就繼續來看看 這個我們的這個樣 還有這個阿威 他們賣零件 賣的也是下下叫 賣到國外去 其實零件很簡單 就是直接就是海運 空運 這樣方便 賣到第一名的是這個前叉 這個我們現場也有 就是那個那個腳踏車 前輪的那個 前輪的那個 電鍍的那個 對這個是賣到第一名的 對 對那請問一下 這個第一名他特色是在 他這個的話就是 給freestyle的使用 那他就是 長度一定有一定的規範 因為輪子要放進去 對 因為像我們的車 像這種freestyle 一定要輪胎要很胖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然後還有就是他 下面的那個小勾爪 他要一定的那個距離 你可以比較好施動作 比較好施力 所以有一些些細節的know how 然後結合在這個 這支前叉上面 所以就是到國外去很受歡迎 因為我們有抓到那個 對強度也要控 而且這其實還有一個特點 它裡面的管是梅花管 對 就是我們台灣真的很厲害 你去細看它的管壁裡面是 有像梅花一樣的紋路 它就是可以強化它的管壁 就是讓它更輕 可是一些細節就是 對 它細節都是藏在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然後現在在國外 很棒 然後賣到第二名的是一個這個手把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有一點霧黑面 很漂亮 對 質感 對 那阿翔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 它的設計特色在哪 像這一款手把 是我們目前最新的一款 那它的外型上就是 Four Piece 很有別於一般原本的這種傳統樣式 對 然後它的強度上會一定是沒問題 然後還有外型上 還有一些些細節 可以讓玩家更好上手 對 我剛剛偷偷拿了一下 沒有想像中重 應該沒有想像那麼重 對 沒有想像中重 所以特別也是讓它比較輕量化 對 一定要強調就是輕跟強重 對 如果不然這樣的話 當然剛才它甩巴的時候 就甩不過來 因為太重 甩不過來 然後是太軟了 一壓就挖 一壓就挖 就這樣倒下去 對 所以我們剛剛的胖精神就不行 胖子都OK 我們一般人都應該都可以 對 沒問題 我們還有這個第三就是車架 車架當然就是一輛車的 最中心的 然後最最重要的那個部分 對 那阿威你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車架它的特色有在哪 像我們現在螢幕上面這個 Transfer就是旁邊這一台 哦 就是這一台 它採用我們像我們的外觀的話 就是以那種鐵原色的那種原理下去做 所以它就是保有透明的那種清晰 然後又保有原本的鋼鐵的那個原色 哦 是這樣 對 那要我們剛剛這樣聽起來 其實我們除了這個 一部分一部分的賣零件之外 現在呢 其實我們本來有開實體店面 但現在又選擇收起來 因為要專心做品牌 對 因為其實我們做到後期的發現 因為我們其實人就只有人力不足 那你要兼顧實體店面的生意 又要去開發 然後跑海外市場 其實有時候很難兼顧 對啦 很難兼顧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選擇說 其實在台灣真的只做實體店面 真的比較局限 可能發展性上可能不會 而且加上這個文化又是 比較小眾市場 是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選擇說 如果那我們就是專心 把自己品牌推出去 就把實體店面收掉 那現在就是變成像以貿易公司 就是推自己品牌外銷為主 所以就是比較可以專心去研發產品 然後可以去 比如說跟海外代理商 去瞭解他們的需求 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海外市場 到底規模做到有多大 就是有可不可以大概一個數字 對 賣到哪去 有沒有阿拉伯人在吉利加特 主要用索皮亞啦 之類的 真的很厲害 我們是都以授權代理商的方式啦 對 可能像歐洲現在有代理 是 美國 然後日本 泰國 東南亞 中國都有 那未來也不希望可以賣到哪去 歐美比較成熟 所以那邊是比較主要的市場 對 所以現在這樣的一個文化 還是在歐美市場比較大啦 對 可是我跟志祕想要訂的話 在台灣還找不到地方訂 對 我們私下偷偷跟他講 偷偷跟他訂 對 我們要比照那個陳毅涵 沒錯 沒錯 亮晶晶版的 對 亮晶晶版的黃色 對 那要你再跟我們談一談喔 那現在來看台灣的市場呢 至少比你這個五年前那個時候要好多了 因為五年前其實那時候玩可能不超過五十個人吧 全台灣 不超過五十個人 就是真的有在玩的人 對 那其實早期的話慢慢慢慢我們推廣的時候 大家開始一些像有些流行雜誌有在介紹 對 很多詢問的越來越多 對 很多詢問的越來越多 對 其實到現在來講應該有一千多一兩千人 對 雖然比例成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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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可是比例上跟一般雜誌還是算少 對 不過少你就可以我們換一個樂觀的角度想 就是希望無限嘛 對對對 可能發揮很大對不對 對啊 也沒有飽和嘛 對啊 那阿威你怎麼看現在這個市場呢 你自己也玩得很早 那這麼多年你觀察下來 這個玩的人越來越多對不對 人真的有越來越多 因為可能這種東西跟街頭文化 跟流行文化有沾到一些邊 所以慢慢慢慢的被大家接受 對 還有其實這個東西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危險 而且你在騎乘的時候有不一樣的樂趣之外 還有就是你可以讓自己更專注 對 可以享受那個騎乘的感覺 所以也還蠻受到大家的注目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有一些名人加持 對 又有名人的加持部分 對 這個名人加持是你們 是不是一開始你們主動送給他們的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私心嗎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去送他們車 所以其實一開始都他們自己找 其實他們都自己喜歡 然後就越來越影響自己周邊的人 我覺得這種臺灣的這種很多的這種小型的這種創業文化 尤其是外銷為主的話 對 其實都不是像歐美這樣 花大錢在紮品牌請名人來帶 反而是讓產品自己說話 所以這產品好 這東西有用心 這個東西人家用了以後 覺得說好厲害 跟其他這種大品牌 第一個搞不好不差甚至更好 第二個的話沒有那麼那麼的貴 然後這樣用久變習慣成主物 反而是他們這些自己這些名人 國外大廠自己主動來接近我們這些臺灣的這些中小企業 對 而且現在越來越流行 你就會發現說越來越多名人喜歡 因為其實呢這種風潮當然是要有一些帶頭的人帶起來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是樣店裡頭的一些名人 像張震誠也和他們王陽明啊 Tony老師啊 不過據說在國外連貝克漢都騎 嗯 對 其實貝克漢還有像 日本一些什麼藤原浩其實他們都有在騎 藤原浩都有啦 對 蠻多的是這種國外名人帶起來 雜誌他們都看得到 對 所以其實只要我們多注意一些這樣的流行文化 會發現說哇這個單速車 商機無限 對 商機無限 而且呢原來有這麼好的零件 就在我們臺灣 厲害了 原來說不定貝克漢騎的那一輛 就是他們家 偷偷去看一下搞不好 made in 臺灣 沒錯 就像最近才看到什麼金正恩用了我們HTC 對啊 蝴蝶機你看 偷偷放在那對不對 所以你們臺灣的品牌真的是 臺灣的品牌真的是 臺灣的東西真的是好的 對 真的是好的 玩家就知道 玩家會講話對不對 所以呢就希望喔 這個未來我們的Yang還有阿威喔 這個設計更好的一些相關零件 可以讓這個臺灣的品牌 越來越發光發熱 沒錯 好 那麼今天也非常謝謝這個阿威來 這個剛剛跟我們做的特技表演 有沒有現在還在喘的感覺 我好多了 臉很紅了 感覺臉很紅了 臉很害羞 還是會有體力上的那個需求 對 非常謝謝Yang 謝謝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謝謝Paul 對 這個Paul什麼都知道 太棒了 好 那麼同時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父親上前衝 我們一起來當大富翁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